即使南洋溪水稍微退去 但畫面中許多農作物還泡在水中 幾乎全毀 根據中維公所跟農會的統計 受災面積超過20公頃 鄉長省青山特別向縣長林志廟來報告 因為地方最重要 最大產量的白蒜受損嚴重 不但過年前無蒜可供應 也寻求不到蒜種來重新栽種 主要是美湖村跟新南村 因為這個地方是蔬菜專業區 南洋溪就是這兩川的旁邊 木偵的面積 蒜子跟蒜子差不多20個 數量還是不少 現在現場要統計 有種一些蒜子跟蒜子 這是比較大莊的作物 因為這次鴕鋼都改過了 幾乎都沒有了 這早期蒜子都沒有了 現在再來不知道要搭水蒜子 這是一個傷腦筋的作物 就說這些農民 因為現在過年就看這些蒜子而已 這些蒜子如果沒有收盛 幾乎就都沒辦法了 沒辦法有過過年了 這盡核在蘇哥 南洋溪農友 領地吃金十多年 農都沒有了 那蒜子還要賣也沒有了 就沒有蒜子 對地方的災害 縣長林志弁表示 除了將摺層農業處 迅速調查受災農作的 種類跟面積還有損失金額 提報中央農委會 申請災害補助 我們今天探測好之後 我們跟農業處 跟鄉公所 大家來討論好 就是喔 真真正 這些農民的辛苦 我們要真真正改持續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會 大家來討論好 我實際是多少公警 現在正在我們的調查當中 今天是一次這樣 水淹不去 這些蒜子就都掉掉了 所以損失很大很大 現在特別來探測 如果大家這個標準 我們向農委會 可以說來用到我們災害 把這個現金補助 綜維公所表示 針對豬人河川用地的農作 才有規範來申請災害補助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